沙漫玫瑰最喜欢喝这种水 七天浇一次不黄叶不烂根花开爆盆 沙漫玫瑰之所以浇沙漫玫瑰 是因为它比较耐干旱 不需要浇太多的水 而且它就能够开花 开花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呢也是深受花友们的喜爱 但是呢也是有的花友表示 这个沙漫玫瑰不好养 容易黄叶烂根不开花的问题 那么我们给它浇一种水 彻底摆脱难养的问题 那么这个水呢就是芦荟水 操作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呢只需要找这个芦荟 切成小块 然后放入炸制机中加水打碎 把这个芦荟水过滤出来 就可以浇灌沙漫玫瑰的根部 有效的防止烂根 不黄叶不烂根花开啊爆盆 省钱呢还实用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那我们在平时养护沙漫玫瑰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这个它的养护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配土要好 土壤呢一定要选择吐气性好的 花盆呢建议用陶盆 第二个就是保证光照 光照时间呢不少于六个小时 第三个就是保证温度了 温度呢不能够低于15度 不然容易出现冻伤枯萎的这么一个情况了 喜欢的话有呢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俩下期再见